是2023年的3月26日,我们看一下今日头条的热榜 第49个呢,拜登演讲被婴儿哭声打断 这要是在胖子国 组织这个会场的组织者还不得被犬决呀 当然漂亮国就都正常了,这也能算新闻吗 第48,俄打击多地乌军,乌军击退,俄军进攻 大毛子还是被消耗着 连我们这里官媒都说打退他们的进攻了 足以证明大毛子的日子不好过 我们看一下内容,红星新闻报道 根据大毛子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4日通报 这还是大毛子国说的 过去24小时,俄军在库皮,杨斯克,红利曼,顿涅兹克等方向打击乌军 俄军还在上述方向摧毁了乌军的火炮,火箭炮系统及其弹药库等目标 此外,俄军还击落了多架乌军无人机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部通报称,俄军继续攻击 评论都是自家人有问题不至于弄的你死我活的地步 都是外人为利益骨头成这样,伤的都是自己人 但愿早点结束,让家人过上平安的生活 这不混账话吗?大毛子,那个梁梁,他为了哪个外人呢?不就为他自己的私欲吗?混账东西 热榜第47,乌军称很快将在巴赫木特发动大反攻 我们看看这个报道里面说了啥 现在出现了一个第49,欧盟外长伯雷利称将访华 其实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搞不清楚,应该有事发生 要发动大反攻 完了,再进来看那条梅了 现在变成了47,俄称美一直阻挠俄方调查北溪事件 你天天弄一个脑残的话题,在这里忽悠吗?民众 没有什么好说的,大毛子自己炸的 大毛子理论的说,我们可以混账成这样子吗? 自己把自己的那个赚钱的那个管道都炸断他,你可不就这么混账 45,曝光乌克兰转运俄油过路费或翻倍 嘿,对,就是给他翻倍 44,驻泰使馆全力维护中国共鸣安全,泰国不知道踩了哪个雷了 现在,我们现在官媒也在博弈 一部分媒体呢,说再上这些个东西呢,都给他下架 啊,什么胡说八道,什么泰国不安全,不允许说了 哼 我觉得可能是现在泰国啊,大麻合法化 会让一些个大国出丑啊,这个事儿 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跟泰国踩了什么雷,怎么辱了华,搞不清楚 华是谁,也搞不清楚 梅德韦姐夫称使用贫油武器后果严重 哎,滚你娘了个秋的吧 珊珊股份会发生控股权之争吗 那不已经发生了吗 珊珊的老大 又二婚,娶了一个祖师人,生了仨孩子 结果呢,现在急了 珊珊老板死了 大儿子,您现在登基了 现在 现在这个二婚不愿意 要争 嘿,就这点烂事儿吧 四十一 啊,塞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卢公勋逝世 啊,逝世就逝世了 四十,美空袭叙利亚后冲不寻求与伊朗开战 这个都难说呀 开不开战呢 不爽了就战 啊,三十九 卢旺达阅兵使用中文口令 这大娘 搞笑 我帮个视频来给大家乐一乐吧 这个也自豪吧 要花了多少钱呢 这时啊 2020年都有这样的事儿啊 现在又来开始要讲这个呢 2019年也有啊 这个钱 这个钱不是花一天半天了 这个 早早的就在花这个钱啊 哎呦 纳税人的钱呢 哎呀 臭死人了 有几个人 说这个玩意儿 还什么霸气十足 全他娘的脑残 这个是脑残的想法 以前的卢旺大阅兵 应是不乏 花了多少钱呢 朋友们呢 这是 这个太自豪 也没办法 穷的 只剩一窗户 插着的 他也自豪 这些贵东西 你怎么办 你对他怎么办 你还不允许人家自豪吗 人自豪还有错吗 你还真的不能说人家错 自豪就自豪吧 也没办法 我的那个积极下载器呢 怎么到哪里去了 大家别着急啊 等一下啊 我再给搬 搬这个动作 这就妖魔鬼怪 积极 哎呦 我的积极 哎呦 积极下载器去哪里了 嗯 嗯 我可以做了 我可以做了 小破绅下载的东西叫GG 卢旺达体重部了 卢旺达体重部了 卢旺达非洲人民解放军 解放非洲了 不用移民了 就是闲的啊朋友们 谁看我的视频就是闲的难受的都是啊 别着急啊 我们的慢 慢悠悠的慢生活吗 世界有的是啊 有的是时间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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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能打吗 这样的军 军队 哈哈哈 好容易搬了一个 我的天哪 费了好大的力气 搞笑 蛮 Dante 龙子 logged 复合出路,来来呼吸 自豪了,自豪了,行了行了 太自豪了 好,再看看下一条热搜是啥 下条,说到哪里去了,现在都忘了已经 搞笑 输出了,输出了 电脑都卡死了,电脑都罢工了,电脑 有点生气了,电脑 这变成48了,现在热榜变了 国民党智库专家说 美国不想跟中国打仗 凡是有点人性的地方,谁想打仗啊 铺太使馆啊,这刚说了,全力维护安全 铺称,必须弄清,北溪现场附近的不明物的性质 铺就是大流氓啊 热榜41,头条热榜41 联合国称双叙利亚境内五美军遭反驳 遭谁反驳,遭叙利亚反驳 联合国站在美军一边 第四十,讲过了 第39 美俄无人机抢捞战 瞄准哪些数据 美国已经把那个无人机 滋毁了已经 有价值的东西已经都不多了 大毛子打捞了以后 还得送到伊朗去破解 38 刚说了 就是卢旺达用中文口令 阅兵用中文口令 37 张文宏说 离走出新冠围棋已经不远了 张文宏现在也没人关注 36也说过了 山山股份发生股权之争 已经发生了 35 孙女偷偷把奶奶的观像换成了奥特曼 34 银行危机下欧盟 春季会 春季峰会 是爱然落幕 哎呦呗 爱然落幕 人家那个日子过得也不错呀 兄弟啊 兄弟啊 店主吐槽城管不让店铺开灯 哈哈哈哈 官方又回应说是误会 啊 没有这事 3月24日 天津市民吐槽 创传位 不让店铺门口开灯 店主称最近是里的创 创成 创位 结果是自己店里不允许开门口的灯 只是照明灯 照在地上的 自己不懂这是为什么 25日 记者致电街道综合执法工作人员称LED灯属于广告性质 一直不让开 应该是有误会 自己已经去现场处理了 我觉得是大税人给的钱太多 你少给点不就好了吗 不就没有这些个事了吗 你给大众多的税 当然就闲的淡的的没事找你麻烦了 上哪点 来看看这个 门口不像开灯 在找不清 对吗 在盗着不许卡通队 那国家不难回应盗着去看呀 这是一个造灵状造地上 这两个创完 您收在您领域一下吧 就是不让开L一句 那个是属于广告 就是有点误会 我们现在已经去跟商家宣查那个沟通了 开盗着不许 在找不清 对吗 在盗着不许卡通队 那国家不难回应盗着去看呀 这是一个造灵状造地上 这两个我唱完 您收在您领域一下吧 就是不让开L一句吧 那个是属于广告 太闲了 纳税纳得太多呀 你们呢 朝鲜青年集会 要消灭美帝和傀儡 我找饭吃呗 就是 刘亦菲 孔雀公主造型 哎呀 肉啊 套手铐 威胁他人男子 并非公安 保定晚报 报道 违法人张某男29岁 保定市静修区人 系某平台网约车司机 非公职人员 2023年3月24日12时取 张某驾驶小型白色网约车 与他人行车加三发生纠纷 后截停对方车辆 出于恐吓的目的 恐吓的目的 张某自称是市局的 并套出手铐 对他人进行人身威胁 经核查 手铐无强制约束功能 可自行解脱 系张某在批发市场上 批发的玩具 鉴于张某的行为 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条例 处罚法相关规定 该人被公安机关 拘留15日 并罚款1000元 兄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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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 笑死了 笑死了 建月 这个热板不顿的 在跳啊 这个热板 外卖员 见备注 9558 报警 结果反转 女子订单 备注 9558 外卖 小哥 是果断 报警 没想到 是结局大反转 这是啥意思 他订单上写着个9558 有啥 有啥 就要报警 民警来到面包店向店员核实 店员表示当天面面包还有还剩很多 就用9558来促销活动 没想到人起了大误会 救救我吧 这个意思 以后会避开敏感词 表达了歉意 哎呦 真的我们生活也够闲的了 这个也能成为一个新闻 黄奇方 鼓吹 脱钩 锻炼 不会成功 不是天天你们自己鼓吹吗 谁鼓吹了 哎 秦刚 目前中美关系依旧是春寒料鞘 我们没办法评论 女患者正赤裸上身 医生推门而入 这个呢 就是去看病 医生就推门进去了 这个结果人家不愿意了 到前台呢 前台说不理他 结果吵吵闹闹的说赔300 他觉得受到七尺大辱 看看我就给300块钱吗 然后又说增加到1000 他说我不要钱 你就得给我们这个赔礼道歉 而且还公事了 不能偷偷摸摸的赔礼道歉 这样挺好的 政绩学权益挺好的 然后这个 好像在现在还在闹腾着 其实钱还是可以要的是吧 要了钱 赔礼斯基承认武器短缺 无力继续反攻 那就是在要东西 实际情况未必是像 但永远缺 台驻洪鲁拉斯代表反台 神情沉重 不让说 没办法说 联想手机崩溃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我们去看看他们那个老总 跟马斯克那个傲慢急事 那就知道什么了 律师谈 作家马源疑似不让儿子就医去世 我觉得现在我们没有相关法律 对这个东西进行 有制约的那个可能 就是这个作家呀 不让孩子去看病 杉杉杉的新任董事长选举合法有效 就是谁说的 就是谁说的 杉杉的这个 这等于是二房啊 现在要增啊 说他们无效啊 杉杉杉股份 回应 可是人家这个大房 这个大公子 早早的就霸上位了 已经啊 你没有用了 搞不动了 杉杉杉杉的 杨媒凭族血观源 必须一查到底 嘿 你们天天可到查的 厉害 哈尔滨一住户 发生延期爆炸 一死七伤 玻璃全都震碎了 一百七十万的大蒜存冷库 取货时发现被卖空 170万的大蒜 这个偷 也得是一个工户 这个不好偷 我收大蒜生鱼的 去年我们在这里 收了4904栋大蒜 沉入 几项深海冷库 今年2月28号 我们过来卖大蒜 发现我们的大蒜 一下都没有了 咋没有了 冷库告知比人家出手了 我说我们没有授权 没有跟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卖蒜 他就跟我卖了 大概是多少钱呀 如果卖的话 本金是174万0245块钱 现在要是200多万了 那就是我乘大蒜的冷库 我们来的时候 一颗都没有了 当时来的时候 我们都崩溃了 都剩在大蒜里的这里 我觉得冷库管理不到位 狮子把我的大蒜 让别人出走了 让我的经济损失 遭到最大的损失 事情是不是像张女士 她所说的这个 大蒜给卖了 是不是这样 这个样子呢 这个冷库 当时在出户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 跟他们进行确认呢 而且现在卖他们大蒜的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现在我们也去找冷库方 去确认一下 她的代办给她卖了呀 她的代办 对 是你的啥给你卖了呀 是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这个事 沉到你们洞库里的 我直接问到你们洞库里了 后 这个代办是谁呀 代办就是帮我收号的 连接入库那一方面 都是她介绍的 哦 她介绍你们入库 对 那你们这边 有没有委托她 帮你们出库卖东西呀 没有 这个没有 一直说的 没有我们允许 任何人不能卖号 她给她收的货 她给她买的货 她都不认识了 代办完全全给她负责了 代办有权利 有授权吗 如果代办有权利的话 乙方是不是应该给 代办一个授权书 有授权吗 我怎么 我再给乙方 我不是这 我不是这 你这不是耍带了吗 家庚都没有 跟他 你签什么 委托书啊 什么 就家帮我买呀 这个我们都没有 家库对着不应该是乙方吗 他二十多年的朋友 你问他 你应该不算他 你说二十多年 不是我买的 我也不知道情况 您不知道情况 他说代办给卖了 您不是代办吗 我是代办 不是我买的 刚好是卖的 您儿子卖的 对 您儿子为啥卖这个算呀 那我也不清楚啊 我这问你 我也问过他 您为啥卖一年了 那我太 那钱他弄了 卖的钱去哪了 不知道 当时 这个苏先生 他有没有授权 您这边 去卖这个算 没有啊 没通知 就相当于是没授权 对 没有说让卖 您这边儿子私自 把人家的算给卖了 对 能够这一块 他没有告诉我 最后出完了 要能够的 给我打电话了 这个时候我才晓得 有合同 对不对 有华业关系组 公安官抓 现在卖的算 公安局已经把他抓住了 当时这个代办 他是怎么能够出库 去卖这个大算的 他这个官邻人问他了 你开出什么 他会开出什么 开出要买的 能够从那么别问 他他问他 他用啊 他把官邻人问他了 咱们不管是这个苏先生啊 他们这个卖算的人 也包括这个 他认识的这个代办 都说了 当时儿子在出库的时候 没有告知他们任何一方 我觉得在这方面 咱确实下一步 咱也要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管理局的一家 这样 你不能再 再又再还 这个时候 国家